花蓮市北玄宫在30号捐赠了976份中原普渡的物资 给花蓮县内的各乡镇市和社福机构 而其中350份是捐赠给花蓮市 市长魏嘉贤特别到场颁证了感谢状 同时表示感谢信众大德的善举 而这些物资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分送出去 也让社会大众感受到北极玄天上帝普惠众生的大爱 花蓮市北玄宫日前举办中原普渡 有信徒任养普渡物资 希望能够转赠给社福机构 帮助地方弱势 在30号的这一天 北玄宫将信徒所捐赠的976份普渡物资集结起来 分批发送给花蓮县内部分的乡镇市及社福机构 今年因为有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是很担心说今年参与赞助的活动的一些 死亡大德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没有想到让我很感动 大家还是秉持着爱心热心 能够在这个疫情这个环绕之下 社会景气大环境不太理想的下 大家还是那么的踊跃来支持来赞助 其中有350份及100份的物资 是捐赠给花蓮市公所及福里乡公所 希望透过地方的公益整合平台 帮助到更多地方弱势 市长为嘉贤也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并且表示感谢信徒大德的善举 这些物资会在最短时间内分送出去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光华物资 除了在一些我们做事的家庭身上之外 也能够到独老的身上 独居老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里内 去做一些实际上的一个 实际上的调查 那让这些的独老都能够得到物资 然后也不会有重复疫灵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些弱势的家庭 都能够得到对等的照顾 北贤公这么这个善举 对我们偏乡还是这么的用心 这是再次的感谢 北玄公这次所捐赠的976份物资 分别是发送给花莲荣福处 花莲市公所 福利乡公所 吉安乡公所 寿丰乡公所 原住民儿少之家 基督教借菜总会 安德企治中心 以及黄荣华党部等9个单位 北玄公公主张正琪表示 送给乡亲的物资 全都是家庭常用的民生物资 相当实用 也希望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人关注弱势族群 攜手共度生活的难关 记者徐立芹 欢迎视频报导